是褐色的 或者是灰褐色的 然後是有點蓬鬆 對 比較長蓬鬆 那其實管底腐它的最大的特徵 就是它的鼻子 為什麼叫管底腐 就是因為它的鼻子 前端就像兩個管子一樣 然後向兩邊開 有多看起來很薄 它有血管那種感覺 對 為什麼它叫黃胸膜管底腐 其實我們在看就是它的 因為我們看不到它的胸部 胸部它是黃色嗎 因為它的特徵就是它的胸部是黃 它的胸部它是一個金黃色的 那如果是它是一個幼體 就是小孩子的話 它是很白色的 那因為我們貂採 我們是盡量不要干擾到它們 如果說它在冬眠期間醒過來 有可能就會消耗它的能量 然後可能它沒辦法度過一個冬天 另外一邊是有那個腳環的 另外這邊有兩隻是有腳環的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編號 像上面這一隻它是八號 下面這一隻是四號 陸續兩年回來的就是這兩隻 所以可以從這個編號八號 跟四號就知道它是之前來過的 對 而且幾乎每年都在來 對 那我們可能陸續觀察下去 或許可以推測它們的年齡 對 現在是二月 所以他們大概還可以在這邊 再睡一個月 對 還滿幸福的 黃兄館平福 真的是每年都來這邊 五福臨門 應該是兩個月的 所以你們真的是一個 很有福氣的一個調查活動 對 每年都在關心他們一下 每年都在關心他們一下 好像在見見老朋友一樣 真的是老朋友 對 每年都會來 結果慢慢睡 族群數量稀少 生性隱秘的黃兄館平福 擁有的人類朋友屈指可數 淑定是其中最常來關心他們的一位 稱得上是黃兄館平福的知音老友 這位森林系畢業的女子 在林務單位工作超過二十年 身居主管之位 卻總是喜歡離開辦公桌到野外做調查 麥哥多次看到淑定 帶著男性部署上山下海 爬樹鑽洞 身先士卒毫不猶豫 我們離開雪地密室 還會跟著認真的林務工作者 看看可愛的高海拔生物 金黃鼠耳符是一手木蝙蝠科動物 毛色鮮黃 體重約15公克 體長約6公分 原先被認為是杜賴式鼠耳符 民國九十二年經學者認定為不同種 目前暫時被列為賀式鼠耳符的牙種 主要分布在台灣西部平原地帶 以昆蟲為食 分為豎漆和居家兩型 其中 雲林水林鄉 民宅梁上的金黃鼠耳符 是居家型的代表 目前數量已經日漸稀少 我們現在海拔高度已經下降了 目前的高度大約2300公尺 所以現在天氣溫度是溫暖多了 這一個地方是林務局固定的研究的據點 是不是 對 這一棟建築物是我們的一個監測站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說 為了方便我們做我們 瑞圓溪野生動物作用吸息環境 裡面的一個資源調查 可以提供我們有一個住宿的 還有放置我們調查的一些成果 所以在這個廣大的地區啊 那麼高的海吧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研究站的話 對研究人員是一個很方便的住所啦 調查隊除了淑定以外 還有另外兩位男士啊 你好 你好 哇 你這個裝備就很特別囉 你這個 你這個跟我們的背包不太一樣 你這個是 這應該是泰雅族的籃子喔 這個要講賽德克的籃子 賽德克 喔 你是賽德克族 對對對 喔 賽德克族 那你是負責哪方面的工作 一般林地護館工作 跟苗圃的監工 還有造林的監工 最近又來協助 做資源調查的工作 跟我們阿輝哥 一些行 喔 當然喔 那你除了做一些巡視之外 還有做哪些調查的內容 調查內容 包括架設那個 紅外線數位相機 然後做一些監測的工作 喔 還有架設那個 紅外線攝影機 這樣喔 對 紅外線攝影機 所以我們待會兒 會看到你的那個 拍照的成果就對了 是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裝備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進行這個調查監測的工作 監測站設置的目的 就是為了監測 瑞岩溪野生動物 棲息環境內的 動植物現狀和環境變化 林務單位每個月都會派人 到這裡採集植物標本 觀察動物活動 此外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內外動植物研究者 都曾經以監測站為據點 在這裡蹲點調查 和以前研究者得搭帳篷相比 現在的設備是好得多 調查工具也大有改善 轉個彎就到了 好 到了 我們的第四號 到了是嗎 看到了 看到了 這個就是紅外線照相機 它有攝影機的工具 這個跟我們之前看的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追行發送的 那個照相機組 它是數位型的 現在改數位相機了 對 數位相機 然後可以拍的張數更多 裡面使用記憶卡 然後它裡面的電池 一次可以維持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可以長時間的 讓它去拍攝 架設在這邊的話 有沒有特別的一個選擇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找到 有動物出沒的一個路徑 它這樣才拍得到 那還有我們那個 育碧度 就是我們上層木 它的育碧度不能少於70% 這樣子陽光才不會透下來 它是熱感應的 一感應到熱它就會拍照 紅外線的照相機 應該是蠻精彩的 應該照到很多動物 現在改數位化以後 前幾天我們過來 換記憶卡的時候 已經拍100多張了 拍100多張了 那像回去看的時候 有看到哪些動物 之前有看過什麼 白鼻精 山漿 山羊 藍膚腺這一類的 這邊也有深山竹雞 深山竹雞也有 因為鳥內經過也會拍 那像地質呢 地質就比較少一點 地質比較少 不過在我們那個 另外一台有拍過 就在整個這個山區地質 對 都有 那像深山竹雞 一般是也比較不容易發現 一般不容易發現 但是我們拍的成果不錯 而且常常都是 兩兩一對這樣出現 它是兩兩一對這樣出現 對 這樣的設備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飢渴防水 還有紅外線感應跟夜視功能 重要的是 從海拔1200公尺 分布到3000多公尺 已經是生態紀錄利器 也許拍不出精美的動物照片 但絕對能幫助人們 更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 當然想要更了解這裡的生態 我們還得深入心腹之地 瑞岩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 面積2500多公頃 海拔高度從1200公尺到3400公尺 地形多變 植物象豐富 孕育出繁紛的生物資源 區內已知大約有150棵 900多種植物 哺乳類動物12棵26種 鳥類爬蟲類也都多樣豐富 其實像我們這個山區 就是動植物都很豐富 除了有做一些像動物啊 鳥類的調查 但植物方面呢 早期我們有請委託中心大學的老師 幫我們做一個名錄調查 那時候他們做的 大概有600多種的植物名錄 那這幾年我們自己組隊的調查 又增加了好幾種 目前總共統計起來已經有987種 那通常會採集什麼樣的植物 就是有開花有結果的 包括葉子這樣子採集下來 它在鑑定上會比較好 如果有開花是更好 有結果更好 對對對這份標本比較有那個價值 現在目前有看到有開花的 結果的台灣八角金牌 那是採葉子還是花 葉子花 果 最好是一起採 葉片在那個枝條上面排列的形式 那個也是一個分類的依據 所以我們在採的時候 包括枝條也要一段 枝條 花 果 葉都採下來 這樣子是比較完整的一份標本 標本採取下來 得小心翼翼地保持形態 以免受損 失去採集的價值 這時候我們莫納魯到後 以身上背的貝瓏 就充分顯現出優點了 採集之後將送回研究室 進行壓制乾燥 然後傳至後世 讓將來的研究者 瞭解台灣這塊土地上 孕育成長的生物 透過意志堅定 對環境充滿柔情的研究者 我們看見冰激雪風的荷歡山上 有一小群毛茸茸的可愛蝙蝠 相信擁有保育者的堅定柔情 黃雄管鼻服還是會年年回到此地 雪風風 Cold Cold裙孔 雪風風上 風風風風靜 Zither Harp